遇到这样一块翡翠手镯心 打算定制一件文殊菩萨 有翠友说 上面有飘花 而且是散开的 太乱了吧 又有翠友说 上面还带点子 遇上开脸 是一个大问题 面对这些问题 在有想法的雕刻师面前 没问题 因为雕刻的魅力 就在于将不起眼的料子化腐朽为神奇 用工艺和设计 去释放翡翠的潜力 客户的定制需求 是融入一点扎那巴扎风格 狮子的呈现要体现出佛性 整块牌子 难点在于找到开脸的位置 充分利用紫色的部分 狮子乃文殊菩萨的坐骑 能降服一切邪魔歪道 文殊齐亲师 代表大勇猛志 能断诸无常 狮子既要体现温顺的一部分 又要体现他威严的状态 文殊菩萨是大智慧的象征 手持有智慧剑 表示斩断种种烦恼 一手拿莲花 莲花上是剥若惊 文殊头戴五并观 普贤为慈悲之态 文殊左腿大于轻施 右脚着地 文殊菩萨 能够让属兔的人开启智慧 度过各种难关 对于材料上的飘花呈现 雕刻是以立体生俗雕呈现 飘花只留于表面 并不影响整体 背光上的飘花 犹如祥云 灵动十足 犹如佛国仙境 这个作品 从厚度的角度 从这个饱满的角度 像这个就像一个大蛋面 第一有饱满感 第二呢 这个全部都是楼倾的 它比较饱满 然后在人物的情况下 这个狮子的这个顿态 跟这个智慧之鉴 还有这个金珠 这种调水的情况下 它是比较 前对来说比较立体 一个整体的材料 饱满一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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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 Sarah Harman